望线两人在怡陵转了很久,一天压根不够。 蓝湛发信回去问,蓝启仁的回信简单,父母之事重要。 蓝湛把信给魏英看,魏英感动得不得了。 其实蓝先生一点都不古板,只是对学生要求高,大家就觉得他古板严肃吧。 两人把怡陵逛完了,询问了不少老人,总算拼凑出了当年的事情。 说起来也不过十几年,有些长情的人还记得那对为他们解决了问题的神仙眷侣。 魏英终于知道,他的爹娘十分恩爱,爹爹沉稳,娘亲活泼,他们带着可爱的孩子,一家三口可幸福了。 当年有邪碎的地方靠近乱葬岗,魏英的父母就去了那个方向。 望线两人得知这一消息,就出发了。 蓝湛一路弹奏问灵,未来的岳父岳母没有找出来,其他孤魂野鬼倒是召唤了不少。 每一只鬼都告诉他们,不要往前了,乱葬岗很可怕啊。 蓝湛问不出答案,却也花了时间超度他们,帮助他们解脱。 魏英默默地看着蓝湛,问,问灵,是不是可以找出鬼? 而且能问到真相。蓝湛收好琴,淡淡道,问灵之下无谎言。 所以,爹娘刚离开不久,只要问个灵,马上就能得到我的消息吧。 马上就能找到他们的身体吧。 江宗主没有做,他什么都没有做,只在五年后带走了我。 魏英觉得,一盆冷水朝头泼下,心泡在冰水之中,他前所未有地清醒了。 从前的迷雾一下子散开,他看到了真相。 魏英只是魏英,并不是江家人。 蓝湛,多问问,看看有没有死得早地认识我爹娘。 魏英扯着蓝湛的衣袖。 蓝湛恩了一声,走几里就弹奏一曲,吸引方圆几里的魂魄。 死得越久的老鬼知道的事情越多,在问了十几个之后,有个老鬼终于透露了情况。 魏长泽和藏色吗? 熟,很熟悉。 蓝湛眼睛亮了,立马告诉魏英,由魏英询问,他转化为秦宇。 我爹娘怎么死得知道吗? 魏英十分激动。 老鬼淡定道,你们往前,到了乱藏岗,亲自问他们吧。 望线两人愣住了,爹娘还在乱藏岗。 怪不得他们有去无回,乱藏岗那可是整个修真界公认的可怕禁地。 望线两人飞奔至乱藏岗,还在外面就被乱藏岗上传来的压迫感弄得呼吸困难,头晕脑胀。 抬眼就见乱藏岗上黑雾隐隐,鬼哭震震,不知道里面到底多可怕。 蓝湛忍不住侧头看魏英。 在叔父讲述的未来中,没有金丹的魏英在这里独自度过了三个月,修得一身轨道,他会有多痛苦。 蓝湛伸手抓住魏英,认真道,魏英,我会保护你。 魏英一脸茫然,蓝湛盘腿坐,望鸡横在腿上,问铃奏响。 魏英蹲在蓝湛身边,静静地听着。 蓝湛停止,琴弦自动,坑坑几声回响,蓝湛惊喜道,魏英,是伯父伯母。 魏英眼泪哗啦一下就来了,扯着嗓子喊,爹,娘,爱英好想你们。 琴弦又动,蓝湛翻译,我们也想你,阿英长大了,长成了一个俊俏的小哥哥。 魏英眼眶泛红,乌乌叶叶,他恨不得投入父母的怀抱,可是他看不到。 魏英心里隐隐有个念头,我能不能创造一门新法门,可以与魂魄类共情交流。 好在蓝湛可以当沟通的桥梁,一家三口交流也没有问题,只是可怜了寡言少语的蓝湛,在一家人巴拉巴拉个不停中不间断地翻译。 魏英终于知道了完整的故事。 魏长泽是个孤儿,但因为天赋惊人,最后变成了门生,和江丰眠一起长大。 魏长泽觉得自己欠了江家恩情,所以一直帮助江丰眠也没有提过待遇什么的。 魏长泽没想过离开江家的,哪怕娶了妻子。 然而,江丰眠抵不住压力成亲后,于夫人却因为自己得不到丈夫的爱迁怒藏色。 嘴里没一句好话,魏长泽不介意自己被贬低,就算是他欠了江家吧,可是他忍受不了妻子被侮辱。 所以,魏长泽什么都不要,带着妻子走了。 江丰眠不是没有挽留过,可他控制不了于夫人的嘴巴。 夫妻俩离开后逢乱必出,偶尔还会接到江丰眠的求助,总而言之日子算是忙碌。 一年后添了个宝贝,就是魏英,一家三口过得开开心心的,也不去想修真戒的屁事。 那年他们到了仪陵,接到了老百姓的求助,本以为就是个小邪碎,也没怎么放在心上。 哪里知道除掉了小邪碎却发现,这些小邪碎全是从乱葬岗跑出来的。 乱葬岗的封印已经破了。 先是小邪碎,然后是大邪碎,封印破,会有源源不断的邪碎从里面出来,世间会生灵涂炭。 夫妻俩自然不能让这种事发生,他们来不及多想,就着手加固封印。 结果乱葬岗的封印太高深,里面封锁的邪碎又多又可怕,他们没有办法。 危机中也来不及多想了,给江丰眠发了个信号弹,然后牺牲了自己。 罩住了乱葬岗,让一场几乎是蔑视的危机,无声无息地消弥了。 卫英还在哭,眼睛却是亮亮的。 爹娘为了天下苍生而去,她该骄傲。 爹、娘,阿英一定会努力,到时候把乱葬岗渡了,把你们就出来。 卫英信誓旦旦,蓝湛心下大惊。 看来叔父不知道卫英在乱葬岗那三个月,伯父伯母在护着他吧。 不然的话,一个失去了金丹的少年,如何艰难地活着。 蓝湛摸了摸卫英的头,手指拨动,告诉伯父伯母,我会保护卫英的,请放心。 夫妻俩回应,有劳蓝家小哥了。 卫英听不懂这些,只是叨叨叨着自己的几年。 卫英报喜不报忧,他没怎么说自己在江家的情况,只说现在过得很好,有蓝湛这个好朋友。 还有蓝启仁的教导,可是他的不提,就是最大的问题。 卫长泽和藏色都不傻,卫英在江家长大,如果过得好,为什么不肯说? 他们的孩子肯定不是那种白眼狼,那只能是,说了他们会担心。 夫妻俩没办法,直接问蓝湛。 蓝湛可没有兴趣替江家说话,不过他也没有添油加醋,只是以秦英告诉他们。 江宗主在卫英流浪五年后才找到他,于夫人败坏伯母名声,污蔑卫英是家仆之子。 喜欢拿紫殿惩罚卫英,江家并无二位一观众,不必多说,夫妻俩就明白了。 卫长泽和藏色是聪明人,他们第一时间就是阴谋论了。 毕竟,他们和江峰绵渝夫人挺熟的,那两人心性如何,他们一清二楚。 藏色冷笑,家仆之子,子殿抽打小孩,他也就是拿小孩子出气,怎么不说抱山散人徒孙? 江峰绵也可笑,不是一直说常泽是兄弟吗? 卫长泽叹息,终归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连累了阿英。 蓝湛告诉他们,很快就不会了,就算卫英太重感情,下不了手,我也会把他拉回来,我不会让他受苦。 卫长泽无奈,告诉阿英,我从来没有卖身器,我欠江家的,我活着的时间还晚了。 藏色道,告诉阿英,曾经那句话还有下半句,如果别人不计你的恩,还伤害你,离他远点。 蓝湛偏头,一字一句地告知卫英。 卫英眉眼弯弯,心里满满的幸福。 卫英眉眼弯,心里满的幸福。 卫英眉眼弯,心里满的幸福。